第八點就是 靠越主要處理實際生活的問題 我們一起講 靠越主要處理實際生活的問題 第一部份是講到人的 第二部份是講到同人之間的 好 我們上一次已經講過了 講過一些可以看回到這裡 越主要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 我們上一次也講過一些 然後這一點就是欣賞人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個經文 阿菲律比書四音八節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又美名的 又有什麼德行、行、又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這個經文其實很簡單 很多人都會很認同 凡是一些好的東西、真實的 問題是這些所有的 是屬於神的、屬於人的 這要講到思念 這要講到思念神做的事 這要講到思念人做的事 那人有什麼做呢 那就是答案應該是什麼呢 是思念神的、還是人的 還是第三個答案是什麼呢 兩人都有 沒錯 考一下你們 那就是說 凡是真實的事 神的什麼都是真實 真實的是誠實的 屬於真理的 因為真實這個字 在原文它可以解真理 也可以解誠實的 看一個人是屬於真理的 做的是好的、正確的 可敬的、可以敬重的 值得我們體重的 公義的是遵從神的吩咐 清潔的 即是說是聖潔的意思 即是說聖潔的 是處理罪的 可愛的 這個可愛的就不是說 這頭髮真的很可愛 那個樣子真的是 塗了什麼名字 塗了那個臉 透光的 就不是那種可愛 而是生命中真是 人和他相處 是很被愛的感覺 一個可愛的人 就是他時常會愛人的 他真是能夠關心人的 有美名的 即是有美好的明星 有他所做的事 又有什麼德行 有什麼好的行為 有什麼稱讚 這次都要記思念 這要說的是時常要思念 那思念當然應該都應該 包括去欣賞 因為其實聖經也有說 神欣賞我們 譬如說 你做在一個小子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那你做在耶穌身上 即是說是耶穌紀念 即是神會紀念 和說出來 你做在我身上的 所以當別人做的 有什麼好事 我們要思念和稱讚 欣賞 其實建立關係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都是很大的鼓勵 有時人對我們的鼓勵 是很重要的 但我這個世界是不習慣的 是不習慣去欣賞人 即是好像第一個觀念 就是 神應該讚壞了 那怎麼辦呢 應該還壞了它 其實呢 通常來說 很少是讚壞 譬如說 你寫這字這麼漂亮 它會不會再次 這樣寫呢 它不會 它會再次寫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 後母 就 和我們一起 那他就 我有一次 他寫的那些無筆字 寫了八十分回來 算是高分 那我就給他看 他看 很漂亮 然後我第二天 又寫得努力些 又寫得好些 又高分些 又給他看 他又稱讚 我又再繼續給他看 即是 原來 即使小朋友 都會 當人稱讚的時候 是做得更加好的 那其實好的東西 是的而是 我們應該稱讚 因為這個是 是神 在他身上的作為 亦都是我們欣賞他 即是 感謝神 這個作為 都感謝他所做的事 那我們如果要 有這種習慣呢 其實和他關係 就很容易 那這個不同 托大腳 托大腳呢 有時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有時是無中生有 但是我們是真的看這個人 有好的地方 當然我們稱讚 就要留意稱讚些什麼 譬如 那種東西是 他天生的 譬如 有兩個小孩 有一個人生了兩個小孩 一個特別漂亮的 一個沒有那麼漂亮的 他經常都稱讚那個漂亮的那個 那個不漂亮的那個 就很辛苦的 即是這些是他天生的質素 我們是不需要去時時稱讚 即是我不反對稱讚他 但是呢 尤其是另一個面前的時候 賺美的那個 不漂亮的那個 當然是心裡會覺得酸 不舒服的 但是我們應該賺什麼呢 是他真是他 遵從神 愛神 愛人 有好的東西 有好的反應 都稱讚的時候 的而且幫助我們 那這個包括在我們 輕鬆得四個目的 是幫我們發揮生命 整個生命發揮出來 當我們整個人想發揮的時候 很重要是我們自己能夠 發揮我們的生命 都發揮周圍人的生命 如果我們時時稱讚人 欣賞人的時候 周圍的人就會被鼓勵 譬如說 有人去領敬拜 有人去做任何的分享 任何的鼓勵的話 你立刻說 哇 你說這句說話 真的好 你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 你說完那句說話 我真的整個心都舒服了 有沒有有時候 有些人跟你這樣說話 你跟我聊完 我真的很舒服 是否令你有很大的鼓勵性 其實在教育之中 我們應該更多地做 亦都是會幫他 興起他的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思念和欣賞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這種習慣 覺得好像很難 那樣 可能有些人很難 在我來說 我是很真心去做的 不要假 真心去看見他 真心去看見他 就覺得他可愛 可愛的地方 即是他有美善的地方 我知道大家中間 有些人比較熟 有些人比較不熟 在這一陣子 我都給大家試試 你向周圍的人 首先你可以顯示你的笑容 不是顯示 即是給他看 只是真心去笑給他看 而是你認識他 某些地方 你欣賞他 如果你想不到什麼 至少欣賞他 整天都來了 你現在跟周圍的 如果你不太認識他 你欣賞他 今天來到 或者欣賞他 有這個心去聽神的話 要去親近神 好嗎 你現在試試跟周圍的人 說一些欣賞的笑話 可以嗎 試試跟周圍的人 說一下欣賞的笑話 好 感謝主 感謝主 你覺得有做 其實很重要 就是做在我們周圍的人身上 即是時時去做 我自己用例子 我講我太太的關係 其實我這個講 我不是令到這裡 有些單身的人覺得不舒服 只是用一個例子 有時有些人會說 哎呀 老師你講你太太 令到有些單身的人 都治療不舒服 其實不要緊的 就連單身都可以很開心 你可以做在你周圍的朋友 單身的人 你有自由 有時間 其他結婚的很多時間 當然 你說單身 我這個上班又要煮飯 都說要做很多事 但總有時間過 如果要照顧丈夫 配偶 所以 你是可以有更多時間 就是自由去做的 我說這些只是很難 我看到我太太真的有很多東西 我會欣賞她 有時她給我一些好的體驗 我就說 你真是我的 你真是 我用他的名字 智郎 郎 我聽過 以前有個節目叫做家庭智郎 我說你真是很有智慧 你是我的counselor 有時候我說 你說這句上一令我五體頭地 即是她做甚麼呢 她很關心我的事 我真的謝謝你 經常關心我的 譬如我身體有些甚麼 她記實了 她去檢查 所以我要看醫生 她一起去最好 因為她說 這裡 她就是這樣的 她星期幾開始是這樣的 然後星期幾又怎樣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她形容我的情況 是比我更加清楚的 她的衣服也是她和我買的 她又配合的 有些是我們情侶衣服 我欣賞她 她逛街 她就說 看看有沒有情侶衣服 她就買 這一套 就買不到 跟她配合的 但是她會穿的時候 她就說 今天你穿這套 跟我一起出街 就配回她那套 我又欣賞她 這種體重的關係 她甚麼做的事我都欣賞 包括我們的同工 即是 在我們和一起相處的人 我都經常都欣賞 她有好的地方 當中你們有些人來到 我是很欣賞你們 中間有些人 是故意看到YouTube 走來這裡找我 我都寫 欣賞你對聖靈樂學的心 欣賞你們 持續地來 欣賞你出來分享 我們能不能夠 時事這樣 都去欣賞人嗎 應該是不做的 應該是不做的 有些人就說 唉 那些人不好 怎麽欣賞得下 其實她不好 如果我們一見到她 就立即跟她說 為了你甚麼不好 你快點改吧 她很怕見到我們 但反而 譬如她認證拜 有些事情 她需要改善 你告訴她 需要改善的地方 她未必聽到 那我們就去說一些 她做得好的地方 可能你說完 她說 有甚麼可以改善 那時候便可以說 令到她對我們有信任 我們先能夠幫她 應當她的身影 希望大家都能夠 時時去欣賞人 這是 建立關係 非常之重要的一件 好 那又是下一件 即是我們發揮生命 我們時時去學習 去欣賞 不如我們很快去看看 其實呢 我們這次說過 建立人際關係 有甚麼呢 第一就是 體重人 即是每一個人都很武貴 生命非常武貴 是我們要珍惜的 第二就是體重關係 任何的關係 就算偶然相處 就算有人來找我 即是她又想找我幫忙 替她祈禱 跟她聊天 那 那 我都看重 我看重她這個心 想來找我 那有些人說 喂 是你付出的 但我覺得不重要的 她有這個信任 我覺得這個信任很寶貴 是不是 這個信任是很寶貴 她信任我去找我 給我機會祝福她 我做在她身上 做在耶穌身上 其實我心裡不是 哎呦我做每一次 我就想著 我現在做在耶穌身上 我又加些分 我不是這樣想的 我真的純粹是祝福 但我也感謝神 她對我信任 又有機會祝福她 可不可以這樣 周圍的人 我們都看重她 看重任何關係 有些偶緣 那有時候 我想大家都記得那個 那個什麼 是不是朱爾青的 是 朱爾青寫過 偶緣 是啊 我自己的偶緣 偶緣 在你的店頭上 我自己的店頭上 是啊 是啊 真的 我們的偶緣 在這裏都不是偶緣了 有時候 相似都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是啊 都是這樣 我是不是去議論書 我看一張單章 我是不是 你看一張單章 是啊 我沒有看一張單章 是啊 就是說 這裏 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 所以來到之後 我不知道什麼叫因工和運作 OK 那你就 其實來這裏 但是那張單章 是講到這個聚會 因為講到 有的 他做什麼 早土 晚土 對 禮拜一做 24小時 也有的 好 多謝我們的同工 放了這些 去議論書局 感謝廚 多謝廚 即是我們能夠相遇 都是一個禮物 嗎 我們是天父 專誠地 是 我求告 當我們這樣欣賞 每一個關係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 活在世上開心很多 真誠 是的 但是的確 我們有時候相處的人 不是那麼好 但是有時候 我們的愛心 可以融化它 就是我們 輕生德性說到這一點 就是實際生活 因為很多人 他很熟靈 但熟靈得 你跟人很遠 說話又太深奧 太過 好像跟世人 有些距離 所以這裏 第八點 我特別說到 我們真的能夠 體重人的關係 才能夠發揮 無論你說得多厲害 做好事 做得多好 都好 但是大事 都大得多好 但如果沒有愛 就會成名 下來一杯 所以這個體重人的關係 那你就不要說 哎 我們 有時有些人會說 哎呀我的組長 不是那麼關心我 我的傳統 不是那麼關心我 不要計較你 你關心他多一點 然後呢 他都會回應 因為他都會 其實做傳統 有時候很孤單 當你想到的時候 總是想到私給仇 還有福 不要想著 他沒有給我 我不要給他 你想著 我能給他 是我福氣 希望大家都會這樣 好了 祝福母者 是的 祝福母者是很重要的 因為聖經講到 接待二人的 接待先知必得 先知所得的賞賜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的賞賜 然後呢 第三個是小子 那你找不到先知 當然找一個小子 做到他身上 那你周圍一定有一些 牧師主的人 他們是先知二人 我們就做到他身上 那是神喜悅 還有做人也開心一點 對吧 經常都這樣欣賞人 真的非常開心 那我太太呢 是在他身上 他是一個很懂得欣賞的人 他在學校做教書的 他們在學校推行 他去過美國學過這個 叫做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叫做 是刻意地去建立一個 欣賞的氣氛 其實有幾樣東西 他告訴我 我不記得 跟我們的觀念很相似 其中一點就是 刻意欣賞 時時做一些欣賞的活動 那我也希望我們 能夠在這裡 建立一個這樣的慣例 不是單是來聽到 不是單是來經歷 能夠這樣 時時地看重我們的關係 看重我們的一起相處 這一點之前說過 就是體會人的感受 開心不開心 都能感受到 例如Steven 如果你看到他回來 神都問一下他的兒子 怎麼樣 好嗎 這樣問一下他 然後說到欣賞人 我們所說的 我們一起讀 《伏事的心態》 《教育太書》五章十三節 總要用愛心 互相服侍 即是 時事都找機會服侍 不要想著是吃虧 做在人身上 其實就是做在主身上 主要命祝福的 有很多基督徒 我預見過一些基督徒 他們的生命很苦惱 跟家人相處不好 跟家人相處不好 跟同事相處不好 很孤單 很不開心 即是有不同的人 我接觸的時候 都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我發覺一個特色 通常 那些不能夠 只是享受生命的人 通常都是 他經常都注目在他自己的困難 注目在困難 於是他經常覺得 那些人對他不夠好 於是他心中就覺得孤單 覺得困難 跟人相處的時候很困難 但是如果一個人 時時有服侍心態 我預見過有服侍心態的人 個個都享受生命 即是經常都祝福人 經常都對人好的人 他真的能夠改變他的環境 周圍的人都歡迎他 信主或不信主都歡迎他 那希望我們 譬如去教堂 我去帶領很多的 復興聚會 去訓練 去宣教 我都問人 我說你見到新人 你會不會關心他呢 你認識這個教堂多少人呢 那我很可惜見到 在宣教地方 很多人是不認識的人 我留意那些人進去教堂 他們坐下就坐下 就沒有跟周圍的人招呼 完了又沒有跟人聊天 聊天是那幾個 然後就出去了 那時候我發覺這些信徒 他的生命的力量就好 比較弱 即是真的不能夠發揮他的生命 但那些越是祝福人的那些 就越開心 中間有沒有什麼經歷 越祝福人 見證人就服侍他 見證人就幫他 你的生命更開心 有沒有人在中間 是有這種生活的方式 人有什麼說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 越做越開心 我自己經常都是這樣喝的 我見親人我就祝福了 那我越祝福人 我即是越覺得自己的福氣 滿到捨了 即是越祝福人 越開心 那可不可以我們真的做這些行為呢 我們處理生命之後 我們真的時時有個服侍的心態 能夠做一件小事 有時候可能在我們很趕的時候 有個人走過 有時候有些人會怎樣幫他 有時候有些人會怎樣幫他 有時候我見到有人拉車仔 拉那些 其實他不應該走 不過事實上他經常都會走 走那些電梯 有時候他有困難 有時候有些人拉不到 那我就幫他一下 幫他一下他又很開心 其實我也是會開心的 那我又有機會告訴你 耶穌很愛你 耶穌很膚的 他真神來 你信靠耶穌 我就是信耶穌 這是給我一個機會服侍主的 是明要神的 所以下一次看到有人 拿得很辛苦幫他 尤其是有婆婆 拉拉拉很辛苦 你不如幫他拉 拉完跟他拉跟他說 唉 你是不是很辛苦 問問我先關心他 不辛苦一個人拉那麼多東西 然後跟著就聽說他講 可能他講很多東西都未必 然后根据他的需要关心他 这样有机会就会传播 其实有些人说 哎呀 不知道有什么机会传播 或者怎样和人建立关系呢 你就是做一些小事 有空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小礼物 有空送给同事 不用等他三天 在平时无事无干 忽然拿一粒给他吃 跑给他吃 送给他 都是一些服侍的机会 有机会帮人的时候 自然你的和人关系很多 能够荣耀神 能够祝福人 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实际 今次讲到的是实际的行动 而相反地 服侍的相反是什么呢 很多夫妻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丈夫要求太太要怎么服侍他 为什么煮的菜不好吃 为什么什么什么 太太要求丈夫怎样赢 越要求就越不开心 凡是要求的时候 我一会看一会 正先所说的 在相反的时候 就产生问题 多数人结婚 不会说我想找这个配合 我要真的爱他 祝福他 认到他开心 很少人跟他有的 但是我 我第一个太太 在灵世2008年 2001年的神 神给我再一次结婚 他还没结婚之前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结婚之后 我会一日对你笑 他爱你 关怀你 鼓励你 会爱他 很喜欢爱他 有时不开心 回来 就像孩子那样抱着他 是很开心的 这些都是我特意做在他身上 一个服侍的生物 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是爱我 可以说他更细心的 但是当我这样爱他 亦都是很有回应 但是事实上 很多夫妻都不是这样 你又没有收拾东西 我太太永远会这么说 他直接立即去收拾了 令我很不好意思 想想下一次去收拾 他是会一定做 他愿意做 他愿意做 他愿意说 我能够服侍你 是我的bonus 顏外的恩典 他真的每一件事 都看得很正面 从来不是要求 如果他想我跟他去外面 他就会说 他就说 你跟我一起 我很欢喜 他每一次我跟他去 他也是很欢喜 很欣赏的 而不是说 有没有跟我去外面 就是不会用这个方法 我可以用一个正面的 去欣赏的 鼓励的服侍 我再看一会 他就知道 欣赏的商法是什么 埋怨 如果有人迟迟迷怨 见到什么 那些汤这么淡 为何那些菜不结 为何这一天 那一天做得很辛苦 无论他做得多不好 我先第一句欣赏他 有些人说 其实你说的那些欣赏的话 是想遮住 然后你就说那些 你真的要说那些 但其实 如果我们时时都欣赏 见到欣赏的时候 他会真心知道 真心欣赏 不是说给人看 是真心的 而不是埋怨的 例如看过人的感受 相反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 他说帮帮的痛苦 他就说他的痛苦 譬如那些 哎呀 很惨啊 客气 考不了了 哎呀我女朋友离开我 哎呀很惨啊 我的女朋友也离开我 哎呀我也很惨 他想去可怜他 就不是体会他的感受 或者说一大点道理 其实他很想有人安慰他 就是说我知道你很不开心 我知道你的心很痛苦 这个相反就是 不体会人的感受 没有对人的感受有回应 而我们对人的感受有回应 真的人是会很欢喜的 很多人又会怎样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反应 我都想说过 当人有痛苦的时候 有些反应是什么呢 有些反应就是 一早就说你了 不要这么做了 不要认识那男朋友 你认识那男朋友就是这样 今天 这个其实他 他现在都可能知道了 但是再说给他听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反而是 有时很快想嫁他 你下一次有女朋友 你不要这样 他现在那个离开他很痛苦 他不是想下一个 有些有些说 我介绍过他 你也认识他 不是他现在 而是他现在的伤心 就是接受 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承认别人的不开心 其实是一种认同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痛苦 我知道你有困难 我感受到你的困难 我感受到你的困难 有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他 我看到你今天 他的样子 真是有点不开心 不要说今天你的样子很臭怪 他就吓他 我看到你 我知道你真的不开心 我知道你的重担很重 我都感受你的重担 我的心里 真是真心关心你 真是说到来看 我说不出 其实这就是一个怜悯人的心 一个怜悯人的心 不要做一个没有怜悯的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 真的有时没有怜悯 为什么他只是说一些律法 你没有爱心 你没有传呼音 为什么上个礼物就没有回 说一些话都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做那样 为什么没有做那样 他是有很多圣经 但是圣经全部都要来告诉别人 做错了 这样的时候 其实是很痛苦 圣经说到主要是爱 是欣赏 是鼓励 所以感受人的感受 不要教人这么多 教人中问一下人 你先想不想解决方法 让他先想 其实如果看到他有些困难 可以问他 你觉得你这样 有没有困难 这样 比如跟别人相处的方法 你问一下他 他说我觉得有困难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呢 因为他会 他会 他都会有方法 然后他想到方法 这个方法好 那不就做吧 很欣赏你想到 很厉害 你 这些事事都随时随地欣赏 然后他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说你想想 我告诉你 你分享给你听 我 觉得有什么可能性 就是用这些方法 是会比较尊重他的感觉 来帮助他 比如说 体重关系 很多时候有些人 就没有那么容易 体重关系 很容易跟别人绝胶 好 真的有些人要绝胶 就说那些大人 都不会跟别人绝胶 有些人慢慢不理他 慢慢不理他 所以不是那么体重一个关系 人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好 觉得那种烦的感觉 所以就不是那么体重的关系 或者有人对他好 又不去珍惜 不能够珍惜那些人 然后呢 就是第一点 看重人 就是觉得人 每个人都不是那么好 有什么那么紧张 为什么要那么体重人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薄 所以我听到有人去找我的时候 在网上找我 我都尽力去帮助 有些和我没有关系 但我都尽力去帮助 例如我去领序会 我去哪里去领序会 我不是只是领序会 我有时候我跟别人聊天 有时候在过程中 我又欣赏他 你做得很好 又欣赏过全道人民 我会尽力是这样做法 希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做法 好 祝福的心态 一起读一下 记得前书三章九节 都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忘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就是试着一个祝福心态 祝福心态 当然我们可以说祝福你 但祝福你就是口说 但是这句话也好 就是能够说祝福你 有些人是少说这一类的话 比如可能会说一些负面 有些人常说到一些困难 我们首先言语上祝福 而祝福不单止是说祝福 不单止用这个词 我们有时可以说 你做得很好 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帮你 有没有一些困难 就是关心人的时候 时时都想着如何祝福他 那你就自然很容易找到朋友 你周围的人都想着如何祝福他 而祝福有时是需要祈祷问神的 比如我都问神 我的家人如何去帮他 我如何制造机会去向他传播音 那我要找机会 因为家人有时 没有那么多相处的时间 我要特地去制造一些机会 那我要祝福他们的神 制造机会 还有当我听一个人的情况 有时我去宣教 有时有些人真的接触太多了 有时接触完都不记得做谁 不过如果我一说 你那次我哪里有事 然后祈祷好回来 那我就会记得 我可能不记得他的样子 又不记得他的名字 但是我记得那件事情 因为我心里面 挂着他这件事 我一会儿都会拍一个影片 给大家看 是很感谢神的行的神迹 让我能够在一个机会祝福他 就是看到是一个很神奇的神迹 所以我们大家都 为你周围的人 你的同事 我怎样去祝福他呢 为每一个你的教会的同志 你的小组的组 越近的人 你的家人 你怎样去祝福他呢 当我们每一个去想的时候 一定想到方法 怎样去祝福他呢 我没教会你 怎样可以认识到家人信主 家人信主第一步 就必定是结立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跟他聊天 约他有时不在节日 去跟他吃饭 即便有这种关系 而当他一说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尽量会帮他 会出钱 出力 即在这些事情上 就关心是传夫人那个先 预备工作 然后呢 到传夫人的时候 最好由他需要开始 譬如他 传夫人什么时候是这样的 譬如他不开心的 先听他说一下 他有些工作困难 先听他说一下 然后他说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应他的困难 即说到是 即认同他的困难 认同他的困难 然后呢 即说到是 这些真是万人 即是做工有事很辛苦的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分享 我们自己的经历 还有说到 我们自己有类似的痛苦 或者别人有类似的痛苦 又说到 耶稣怎样帮到我 真是个人更高兴了 耶稣真是很憎恨的 他说给他听的时候 即使用他的需要为满 是会更容易的 他有需要 有不舒服 有病 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首先关心他 先别在第一期读 好 即时有一个祝福的心态 好了 这个下一点呢 就是语人沟通 眼角书一章十九字一起读 但你们国人要快快点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当怒 这个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聆听呢 我可以告诉你 是很难的 我是学过很多聆听的 的训练 我和人辅导 我聆听得都颇好 但是我发觉 当我和同一个人聊天 而 和这个人 如果有些冲突 或者 和这个人之间 他想要一样 我要另一样 我就听不到他说话 我不懂得立即回应他 我举一些例子 我们人是 不是很惯聆听人的 所以我感谢主 我太太 相信我会带着一起去 他聆听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认识不到 有时我都叫他 直接告诉我 或者写一字 让我知道 我都听了些什么 我说一些例子 这个就是有一次 我去一间 其实有些可能 你们有些会听过的 有些可能没听过 我在我和他结婚的时候 我们去读文学 那一位牧师就跟我们说 他说他画了一张图 因为我问他 他说在这里附近 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 他画了一张图 整个地方 这里去哪里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 他说完 我第一次回答他 我说 我不太有兴趣去那些地方 我想去那些安静 拍照也行 不用去看很多东西 然后我刚才说谢谢你 那我看看 后来他就告诉我 他就说到这个 他的关心 但是我呢 就只是回应那个事情 我没有聆听到他的关心 但是他说 我后来有回应 我说多谢他 其实我第一 应该说 多谢你这么有心 和我画了一张图 想了这么多 我可以去的地方 人家画了一张图 这个就是回应 就是connect to 他所说的 他说的话 告诉我 他的关心 但是我们往往呢 是 会听不到这个 你有没有试过有人 提一些意见给你 我第一个反应 不用我 我不用这个方法 不是很合我用的 我第一个反应 看你这个反应 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你很有心 你和我想到这些方法 我们接不接受得好 你会和我想这个方法 我们先聆听到他这个心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人家给我们一些提议 第一就是听到 这个不是很合用的 这个 因为我们注目在自己 对不对 所以还是听不到 那另一次 就是我去一个教会 我就跟他说 我很想去宣教的 你的教会 是应该出去宣教 你想想我 严慕帮你参与一个 那我牧师就答我 他说 我们教会 我们有很多训练牧师的聚会 还有帮助牧师的夫妻关系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然后我就说 其实我师傅 他说其他人 就是帮牧师的 其实有些牧师都会 做到残材 其实我现在做得很开心 我只是 我和我太太关系很好 我就很想找一些 师傅机会 然后我就说 多谢你 做这些训练 然后我太太回来 她说 你有没有留意到 你是过后才欣赏她 而不是即时 即时呢 她说她想的东西 就是我想我的东西 然后她说她想的东西 然后我又回答我想的东西 我问她 我问她 那你就听不到 就是你也不懂得住我这个东西 但是呢 当我想到她的时候 就是放下自己 就是听的最难 就是放下自己 想说的东西 想做的东西 如果我这样的时候 我就说 你们真好 那么有心就会帮牧师 帮助他们的侍奉 帮助他们的灵量 帮助他们的夫妻关系 真的好 那时候呢 她又觉得我欣赏她 然后我说 其实呢 我都不太需要 都可以的 但是呢 我很想能够 参与你们的服事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就是这样的时候 我先回应她 这个是一些 两个人不同的兴趣 很多时候聆听 我们就会 很多时候聆听的时候 一路听就会有什么障碍呢 一路听就会有什么障碍呢 一路听就一路想 如何回答她 还有呢 一路听就会说 我搞错了 很蠢的 真的 这样都不懂得处理的 那你就很想她一说完 快点 找个位置 让她停一停 一说完 都不停了 一找她 快点去 告诉她 如何跟着她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听人讲话时候的 一个问题 我曾经受过软木训练 我们就要受训练 他们很刻意告诉我 你见到这个病人 不是关于你想做什么 是她需要什么 你要听到她需要什么 很多时候 我就会想 某一样东西 我想回答到 这样的时候 是我想的 而不是去听她说的 在当时 我真的坐在那里 慢慢听 听她说话 耐性去听 去回应 去欣赏 去鼓励她 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很多时候两个夫妻 我有时辅导夫妻 有时公开辅导 有时公开辅导 即是示范一起学 学别的沟通 我问外太太 为什么我帮人辅导 我做到 有时我跟她说话 听不到 有时我听到 有时听不到 有时无意 因为是一个 无意的生活方式 我试过有一次 我和她说话 接着我就很理性地回答她 接着她说 你知不知道 我先跟你说那些心事 我一听到 我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意思就是 我是听到事情 是没有听到她 将她的心事说的 譬如她经历了困难 不开心 我就回应了她 什么 怎么做 然后她说 你知道我跟你说那些心事 接着我说 对不起 我就回应她 她所说的心事 我很多次告诉我 我感受到你的困难 我感受到你的感觉 我都不太记得 那是什么事 有时她做一件事 在我身上 我又没有什么反应 她有时又会问我 很多时候我就会发觉 我没有去connect 没有连接 她说的话 我就会用我的方法 有人说感性的时候 我们说理性 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感性是什么意思 说个例子 譬如有个人 刚刚知道她有病 她就走走很辛苦 这就是问题 你什么病 你患了病多久 医生怎么说 她开始眼泪都停了 她说 有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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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把我听了 用什么治疗法 这样说 你会发觉这个聆听是什么 就是聆听不到她的感觉 只是聆听不到她的事情 那她这个感觉 是没有处理到呢 是没有处理到 她这个伤心 她就按住 那你一问她的事情 她就回答你的事情 那她回答完事情 接着你说完 拜拜 那她回家 是否自己慢慢哭 因为她伤心 她刚刚知道她有病 她的心很伤心 但她看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的时候 就不会回应 但如果我们 时时去想 这个人的说话 到底她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就是聆听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可以写下的 就是聆听的时候 想想这个人 经历这件事 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不会想 你这样想 如果我是她 我有这个问题 我会怎么感觉 这个就 让我们想到 譬如你刚刚的医生 告诉我 你那里有什么硬块 我相信你会知道 那个感觉 你知道自己 我们就会明白 就是对方的感受 那你说死了 我知道她有这种病 那我怎么回应 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像说什么 那些刺伤她 又怎么办 其实有时候 可以很简单 有几句说话 可以大家射提 一些回应的说话 例如说 你的心里面 你的心情如何 你的心情如何 有时候我们可能 看到她很担心 可以告诉她 是否 就是我想她 现在很担心 这样的事 发生一定很担心 就是 回应她的感觉 认同她的感觉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会不开心的 就是我知道 在这个情况 你是会不开心的 我感受到你的感受 就是这些是其中的例子 我们可以说这类的说话 大家试一下 回家 你试一下 在你的工作 在你周围的环境 你试一下 当人家有些表情 有些感觉 我们会参应她 有时有些聆听 不只是耳朵 有时用眼睛聆听 为什么呢 当你见到那个人 她就 一回家的时候 就 好像很辛苦的感觉 我太太很厉害 她说 你有点呆 有些人在想 很厉害 很厉害 很观察 她说 一边吃饭 一边在想 她就会观察 她就关心我这些东西 她听到任何东西 她都不会指责我 她只是关心 她说话很好 鼓励这些东西的人 去容 不要紧 有时 我做错了一件事 忘记一件事 不要紧 我每次听都觉得很舒服 正如我所说的就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表情 有点惆怅 看到他和平时有点不同 或者有时看到他很开心 有些人看到他很开心 又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看到他很开心 哇 你今天很开心 看到你我也很开心 有什么事这么开心 这也是一种灵听灵 是眼睛的灵听 中医用望闻闻切 望一下你先 闻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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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问题 又切就是打墨 他们也要看那个气息 有时你看到有些人 他的气息 她的臉很黑、很枯乾 都是她有種不開心的 你會看到長期憤怒 她的表情是不同的 她的臉部的表情是不同的 當我們這樣關心靈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祝福很多人了 我們會令很多人的生命 得到安慰和祝福 但我們遺失了很多機會 不過不要緊 今天開始就可以了 我也有很多東西 但是很恐怖 感謝你 我自己撞了很多版 我由這些撞版學回來 我真的有時候說錯話 過後回想 是我不應該說這句話 有時候一想到沒想到別人的感覺 但當我去留意別人的感覺的時候 你試一下 待會出去 我們大家都認識的 待會我們出去的時候 都關心別人 當人來講一句話 我講一個例子 有個媽媽跟你說 唉 臭小子真的很難 那你可以怎麼回應 其實她表達了些什麼呢 很親自憂 是的 很無助 是的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感覺 有時候有些我們要問的 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有一個人 他試夢的時候 你見到他有些問題 你不要這麼快說 你覺得是否很困難 有些人會喜歡聽到 有些人又不是 他會聽到 我不是很困難 你已經說我很困難了 他會覺得你好像說他錯 但我們可以關心他 你試夢怎麼樣 問他 你剛才明年慶拜怎麼樣 或者欣賞他 有時候他會說出來 如果他口一出 我們要記住 你聽到很重要的 要記住 有時候聽人說話 附導的時候 有時候聽15分鐘 3分鐘都有 我一邊聽到一邊記 還有我一抓到一些重要事 我可能會截定他 我不是截定他 然後我說話 不是 我問他 你剛才說 你家人見到你的時候 很不開心 到底你告訴我 是怎麼發生的 你告訴我 我聽到這句話 你家人見到你的時候 不太喜歡見到你 我聽到這句話 我馬上知道這句話 是一個警號來的 是他 因為家人帶來不開心 我立刻回應他 問他 他就說出來 我由這件事 了解他的情況 然後進入去幫他 去聆聽他 但這個千萬不要傳開 千萬不要傳開 而是關心他的 所以你下一次聽人說話 就算同事 同事周遇說 唉 這麼多事做 你會說 死了 經常都這樣說 有時候 我不是老闆跟他說 我知道你做得很辛苦 不過你做得很厲害 但很多人覺得 老闆先說 我是同事而已 為甚麼要這樣說 但其實 這個這樣的認同 你以為他聽完 他有甚麼感覺 是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做很多事 我覺得你很勤勵 你真的很勤勵 你真的做得很好的 他聽完他有甚麼感覺 非常舒服 是的 非常舒服 所以原來有一些很少的說話 我可以抓到 就算甚至 你坐小巴 或者你坐巴士排隊 有沒有聽過那些人在你面望我 有 有些人我們不需要搭嘴 有時你搭嘴可能更壞 不過有時有些人 他真的在這裏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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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裏騙了我甚麼 買東西買不到 我們三不識七人 但我們都可以說 我聽到你 有些東西 你買了之後 買了不開心的人 都可以這樣關心一個人 那你為甚麼要關心他 又三不識七 為甚麼要關心呢 這就是我們能夠 連接 跟他連接 靈聽關心他 亦都可能有機會傳呼 是吧 在網上的時候 亦都可以的 有時有些人連接 其實現在很多這些方法 是我們跟人連接的時候 可以幫助人的 那這個是需要操練的 其實呢 這方面 如果我們操練 我們就要用很多時間 那有機會我們可以再操練 那靈聽的相反是甚麼呢 就是不靈聽 只是自己想說 有沒有知道有些人 哇 一邊說一邊說一邊說 說了十五分鐘 然後二十分鐘 一邊說你想 甚麼時候停呢 接著你說一件事 接著他又說回他的故事 那有人有沒有好朋友呢 是難一點的 因為人們覺得他 哇 一聽他說話 已經不太想聽他說話 雖然他都好那個 可能完全不出聲那個 就是他都好說 有些人喜歡的 但是呢 當我們只是說的時候 是很難沒有朋友的 所以我們試一下 多些聆聽 但是我們也要學習 跟別人溝通 分享內心 經歷一下困難 能夠說真實 但是你又不用把那些不需要的 都說給別人聽 總之你要判斷 你不要第一次認識別人 即是說了 我家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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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需要的 是我們慢慢的時候 漸進的 能夠溝通一些東西 但是沒有溝通別人的東西 溝通自己的東西 另外靈聽的相反就是 經常都充滿著一些怒氣 敏症 激氣 怒躁 一個口一出 都是這些東西 因為他的口全部就是他內心裡面 將他不開心的發出來 於是他根本沒有靈聽到 他只是說他的話 如果你在巴士上 你坐車 你有時留意 隔離的人聊天 在那些地方你有時留意到一些東西 或者有時看電視也看到的 如果你看到兩個人溝通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人們是沒有 他講一樣他回應一樣 他多數是不同的 即不是回應的 而是他說他的 這是第一個說的 他的東西 又第二個說他自己的東西 希望回家操練一下 又走一會回來 告訴我你的情況 就是送人們 我們在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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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 我們在訪建 你 我們在訪建